看着怎么样 这大骨头棒子 里面老石上了 你咋是干啥呢这是 健身的 咋的 你现在给气台 我这哑链怎么样 带进去吧 家里面真是万卖哑链了 这哑链行啊 能炖呢 今天晚上吃着吧 过腊巴了 腊巴腊巴 冻掉下巴 咱们就吃点带肉的 不能下巴要不冻不掉 里面都是满满的骨髓油 今天晚上喝骨髓油 这个油吃着它 保证冻不了下巴 咱们吃一吃不掉 我多吃点 你的体格子够了 你少吃点 看着怎么样 大骨头棒子 里面老石上了 我的牙链就这么给肢解了 看这骨髓油满满的 就这用小勺直接进去 一块就可以 老香了要得 咱家生活吃的菜好了是不是 这不就小汤生活吗 天天奔小汤 过腊巴的人都吃腊巴蒜 喝腊巴粥 我们早上喝粥了 晚上不能再喝粥了 撒的有点过节的气氛就是这样 那句话怎么说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巴就是年 你看那馋吗 馋 把牛排放里面 明天早上起来也得吃啊 我这个视频等着放的时候都过完腊巴了 但是我这才叫生活计时呢 哪天过节就得哪天录 不能提前排 当你们看到的可能都是 腊月初九腊月初十 但是很正常现象啊 因为我过完了 这些可以 有点满 行那顿留下顿吧 这大冬冠 一般家它没有这么大的吧 就像住平房什么的有这么大的 就满个用 像我家用它 就是纯纯为着 坐门为着把它买的 通通可以用的 我们这有点晚了 腊巴的节都到了 才想起来腌腊巴蒜 把腊巴蒜腌好了 救了我的大骨都吃 但是好像今天 够呛能吃上了 必须有节日的气氛 过节了 该有什么就必须得有什么 第一次研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看了各种教程 试试吧 倒上我的蜜兔 这酸味行啊 蜜蜂上 明昊天就能吃了 我放的是热醋 所以它又绿的块 放到鸡边了 过两天 就可以了 煮了丢 两三个小时 终于熟了 都是油 高热量 这晚上吃 我得一下涨了四五斤了 我腿不好 我应该多吃点 吃啥补啥吗 吃骨髓 补骨髓 是不是 成大骨头就得用高个的人 我都端不动 这拿小刀一尬 拿小勺再一碗骨髓油 哎呀 馋死了 馋死了 行 先吃那些 都捞出来该凉了 看这骨髓油 滴滴 这不灵不灵不灵 我是吃不了 太腻我看着都腻 我就吃肉还行 酸黄 我也救上来 牛骨头就等着你吃呢 呀 看着 这个 感觉怎么样 你肉 你来吧 再看看这边 吃了就没有那多了 这个 应该给你拿个吸管 吸溜 能看着这是骨髓油吗 多粗 一手指都多粗 这到肠子里 那不得它拎着一朵了 直接凉啤酒给它冻着 吃完骨髓油喝凉啤酒 咱就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它到了肠子里面是啥样 我就配个吃这么大的 太冷了 你也还不行 太油了 这好费 今天我家 来点韭菜花 干凉 我一会儿 吃点肉不好吗 辣吧 我们不吃蒜 吃粽子 现在生活时间好了 想吃啥 不用分什么节目 想吃就吃 就是一嘴 拿一杯 做出来 粽子就牛排 腻的 吃的腻的不行了 开始吃粽子了 吃完了 那个时候 我们帮你吃 吃完